你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了迎接全民运 花莲县政府对于县内的运动场馆环境 整建还有清洁正如火如荼展开当中 期盼可以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 县长徐政委 28号特别前往了绚立体育用池 还有中正体育馆的馆场来巡视整修工程 同时对于周围的美化修缮也给予很多建议 希望可以提供全国来自花莲参赛的运动好手 有最好最舒适的比赛场地 为了迎接10月份全民运动会 花莲县政府对县内运动场馆环境整建 以及清洁如火如荼展开 期盼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柔东 建设处长邓子余 行员处长林金虎配同县长徐政委 前往花莲县立游泳池和中正体育馆 巡视整修的工程 同时也针对运动场馆 以及周边设施美化修缮 给予多项的建议 希望能够提供全国前来参赛的选手们 最好最舒适的比赛场地 109年度全民运动会 即将在10月17号在花莲举行 前往许中会相当重视这次的全民运动 日前也成立了全民运动会筹备处 公布赛会的主题logo 主视觉以及吉祥物 也计划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期盼未来场馆的新风貌 能够让全台湾的运动好手 拥有最优质的赛事体验 更欢迎喜爱运动的游客 造访花的旅游 大口深呼吸 花脸的大山大海之美 记得终于欢迎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